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以法金银行预测欧元卫升至1.20叙事待发 二 美联储年内缩表集成定局 12月加息 几率优存 三 八月十七日黄金交易提醒 两因素市金价多头 卷土重来 周四 亚史盘出 欧元兑美元位于1.1775附近水平徘徊 隔夜汇价先跌至1.1680 之后自该点大幅反弹 目前仍维持上行行情 日内法国新一银行交叉资产策略研究团队 正问对欧元兑美元的走势 做出了简要的分析 主要内容如下 从任何一种收益率差额的角度来看 当前欧元兑美元涨势仍然过高 尽管如此 本行仍认为 欧元兑美元只是为升向1.20水平 悄悄的聚集动能 该水位将令欧洲央行下月会议上 感到更加的痛苦 然而它也需要收益率的支撑 欧元兑美元接下来潜在支撑位于1.1610 北京时间7点15分 欧元兑美元报1.177176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2点 美联储公布了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显示官员们对通胀能否在短期内回暖 依然存在分歧较大 年内加期可能性有进一步降低的迹象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和瑞典北欧斯安银行 对此进行了解读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预测 美联储6月正式宣布缩表 7月基要暗示 大部分委员仍认为近期通胀的走软是暂时的 多数预计未来数年将逐步回升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则预测 美联储年内要再加息一次 或于10月开始缩表 最后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消息 这次亚市盘出黄金在美洋司1282.26美元附近 上冲至美洋司1288美元附近 目前在美洋司1287美元附近徘徊 黄金在美洋司1267美元附近 再次触底反弹重获上涨动能 最高至美洋司1288美元 目前来看很有可能继续上冲测试前期的 美洋司1291美元阻力 下面来回顾一下基本面方面的消息 美联储发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记要显示 应近期数据不及预期 美联储官员降低了2017年的通胀预期 许多美联储官员认为通胀处于2%下方的时间将长于预期 同时对9月宣布资产负债表缩减的时期问题 直开放的态度 纪要发布后 美联储9月加息25个基点至1.25%至1.5%区间的概率 降为0 公布前为1.4% 12月加息至该区间的概率为46.9% 公布前为46.8%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感谢您的收看